你有没有想过车辆在路面上行驶 测速摄像头是如何知道你是否超速了呢 简单来说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多普勒效应 其实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 举个例子 让一个人在水池中原地上下蹦荡 在岸边可以看到水的波浪是均匀的向四周扩散 但如果让它在蹦跳的同时向右移动 此时左边波浪移动的频率看起来就比右边要慢 这正是因为人在向右移动后 波源与左边观测者的距离变长 所以波浪的频率就会变低 这其实就是多普勒效应 物体辐射的波长会因为波源和观测者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 就像迎面而来持续鸣笛的汽车一样 你会发现汽车在靠近时声音由低变高 而汽车在远离后声音就突然变低了 当观测者在运动的波源前面时 波会被压缩 波长变短 频率则会变高 反之当观测者在波源后面时 波长就会变长 进而频率变低 声波的频率就是音调 所以汽车在靠近时 波的频率变高 声音也就变高 远离后人处于波源的后面 所以声音也就逐渐变低 看到这儿就不难理解 测速雷达是如何工作的了 多普勒效应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波 那么同样作为波的电磁波也有着同样的特性 雷达测速仪中有一个发射器和接收器 发射器会以恒定的频率发射无线电波 这些电波在接触到车辆时会被反射回来 就像在水池中原地不动的人一样 如果车辆是静止的 那么接收器收到的频率就会不变 但如果车辆是移动的状态 那么雷达测速仪就会收到不同的反射频率 这时它就会进行下一步工作 和声波一样 当车辆靠近测速仪时 反射回来的波频率就会增加 远离测速仪后频率就会减少 测速仪会对反射波的频率变化进行精准测量 然后再利用多普勒效应的公式 将频率变化转换为车辆的速度 如果超速 摄像头就会拍下证据 司机也只能乖乖地交罚单了 有趣的是当多普勒效应发生在光波上时 随着光源的移动 左右观测者看到的颜色也会改变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颜色是由光的波长决定的 其中红色光的波长最长 所以能看到光源在向右移动时 左边的波长变长逐渐呈现出红色 而右边被压缩的光波 则是逐渐呈现出蓝色 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红移或蓝移现象 就像测速雷达一样 他被天文学家用来估算天体的移动速度 进而推测出天体的距离